觀眾朋友就聽了你剛才的分析 感覺你對美股真的挺淡的 他說他現在實質的問題就是CF 他說早晨 他說如果Arno看美股整體向下的話 他現在的強積金投資組合 主力就是買美股的 是否應該先沽了美股 作一個資產配置的調整 首先這樣說 我真的在觀眾角度 可能會覺得你看美股太淡了 我覺得紅市會離開 但問題是 看看你用什麼角度 有些人會說 在我們分析上真的很淡 說出現那些2000年的爆破 就像科網爆破那樣 很多優質股份 譬如這一刻你拿著優質股份 你都要收的 會上回去 但那樣是用10年時間計算上回去 那些就真的叫做很淡的 你問我就短線純粹 你以一個結果論去看 就有機會跌下去 所以如果用我的角度去看整件事 那應該做些什麼 第一方面你講的是NPF 你講的是退休 斷估你不是下年就退休的 如果你的退休年期是少於5年內 不是退休的話 那你是走一個 你有機會在吃一個跌狼就期 所以特別看看你什麼時候開始投資美股 如果你說過去這10年你都是投資美股 你整個牛市走了13年 你吃了起碼一半左右 你可以不動它 那就做一個真正的長線投資 短線捱下波幅 繼續每次跌下來扣一下便宜貨 真的沒問題 但問題我們看到很多散戶 或者近期的狀況就是 因為降估過去兩年真的很差 所以先走去轉美股 你在人家整個牛市 走了13年的時候 最尾的那一兩年 特別是打622嵗嵗 最高位的那些時間 你就可以接 美股之前那些高位是什麼水平 10年平均值兩個標準 差不多接近三個標準差樓上 即是2.5左右 在那麽高估值的情況下 就是那個殺傷力 已經可以很驚人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適合分散投資 其實你做任何長線投資 一個最基本就是分散投資 因為你不要集中在一個市場上面 所以我本身不知道它在什麼位置開始建創 但你記住就是MPF是一個長線投資為主 即是如果你真的說時間是很長遠的 你的稅數好像跟我一樣30多歲左右 你都是說起碼20年後才退休的 你繼續拿著美股股問題 但短線你不用得 你沒理由短炒MPF 變成了 但問題是如果你可能已經接近 還有5至10年左右的時間 準備退休的時候 你都可能要投資股票的 你都想 但問題就是分散一點 將自己的努力風險減少一點 現在的市況就不適合太薄的 相反地這個時刻現在廣估的跌得這麼差 美股又開始調整的時候 都是一個不錯的時機 慢慢將美股推回上來 可能平衡一下普普 拿回平衡 所以我的整體建議 特別在MPF投資上面很因人而異 風險承實能力因人而異 沒有一個很絕對的答案 但我覺得在這個時刻的時候 如果你做一些長線投資的話 我想一半一半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好啊 因為始終問到MPF 就要知道 譬如說你距離年齡多久 或者你的年齡是怎樣 風險承受能力是怎樣 所以就很難一次過這樣回答 還有很多人很喜歡 長差和短炒分不到 就是MPF一般情況下 都是以一些長線投資為主 就算你可能退休 你都繼續運錢在那裡滾 也是可以這樣做的 但當然一般人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 我們沒有一些很絕對的答案 但是做這些財經節目 很多時候剃短線 就是偏短線為主 目光線是最 所謂的長線 都是一年左右的時間 其實在投資市場絕對不算長線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美股就聽起來好像淡一點 但是分到很長的時候 美股的確是有很多優質的貨機股 特別你買指數 買給MPF多時候 就是追蹤指數的 其實你都是集中火力 去追蹤龍頭股為主 但問題是短線 怕有一個泡沫情況出現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 如果以一些長倉部署來說 都是減肆美股 儘量分散投資其他不同市場上 去對重化風險